因為我沒想到這個官員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後面竟然有人跪著20分鐘 有個公務人員跪20分鐘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他們的職場階級文化 真的有一點誇張 其實這個圖片 真的是昨天出來的時候被人家罵得很慘 在韓國的話 我們說到他第一個愛好面子 我們剛才水晶祖博講得非常好 第二個所謂的階級制度 所以有些韓國的當地網友看到 就罵說這個是朝鮮時代嗎 朝鮮時代 這是朝鮮時代才有的畫面 今天有一個圖 讓大家非常 這是今天的新聞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誇張 我們要記得我們看到這個圖 這個下跪的 我們那個安尼亞風國通真的是 台灣第一個韓流最前線 這昨天的新聞 昨天的新聞 這什麼畫面呢 我們知道最近在阿富汗有沒有 所謂的塔利班政權 一直在所謂的就是統治阿富汗 那時候這時候在韓國的時候 他們願意提供在鄭川這地方 願意提供 保護阿富汗人390人 那這時候有個官員 就我查到資料 他是法務部的副部長叫姜申國 姜申國 他就出來說 我們就比如說宣告這個好事情嘛 說我們那個南韓 普通所謂的難民 庇護也好 政治庇護也好 Anyway 他就站在所謂的什麼 這個圖片 前面其實他有韓文 他寫的叫什麼 國家人權開發院 他講的是人權 其實就是他要救阿富汗的 人民的一個記者會 就是說他提供一些住宿的一個記者會 對 表示他們很好 對 表示他們很好 對 因為沒想到這個官員在 官員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後面竟然有人跪著20分鐘 有個公務人員跪著20分鐘 對 跪著20分鐘 然後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他們的職場階級文化 真的有一點誇張 對 那其實這個圖片 真的是昨天出來的時候 被人家罵得很慘 在韓國的話 我們說到他第一個愛好面前 我剛才水晶楚博講得非常好 第二個所謂的階級制度 所以有些韓國的當地網友看到 就罵說這個是朝鮮時代嗎 這是朝鮮時代才有的畫面 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我們說 各位朋友才聽到 韓國常說什麼 兩幫兩幫貴族 常用這些話來形容怎樣 韓國等級制度就是 劃分非常非常嚴重 其實我們可以從很多的文化現象看到 譬如說 當然我們看到所謂的 在所謂公務體系也有所謂的霸凌 公司也有所謂的霸凌 你最小的就是要幹嘛 去倒咖啡之類 有的 或者是什麼 所謂性別不平等 這其實都在韓國 引發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圖就來看起來 我覺得這個 在台灣真的無法想像 我們今天萬一 比如說什麼行政院長 什麼總統在講話 即使下雨有沒有 後面有個算是官員 你都看成長我覺得這是非常會引起熱議的 所以從這個圖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就如同水晶主播所講的 韓國等級 就是我今天當官的 那後面就小弟有沒有 有人說是 為什麼他這樣跪著呢 是怎樣 因為這官員被拍照的時候比較好看 可是這個 就不要看 而且他們的 其實如果我自己去韓國的時候 其實是有發現說 他們就像 你是最小的可能是 最大可能是會長 那你只是一個小職員剛進場 你可能就是要幫很多的前輩 然後倒茶倒水 然後開車門 然後就是小到不行的事情 然後甚至你做錯事的時候 就像我們韓劇看到的 可能他們真的就是做錯事 要下跪 然後一直這樣子戳戳戳戳戳戳戳 就是這個下跪拜 然後拜託戳戳戳 他們很愛下跪的原因 到底是為什麼啊 就是一方面是求 一方面是求老 替我們說這樣戳戳戳戳戳 希望多給一些溫暖 不要讓我這麼冷 多給一些溫暖 對 每次看到他們就直接下跪 然後就戳戳戳戳戳戳戳 真的是 是etyず 為什麼 而且他們的戳戳戳戳戳戳戳 我真的真的有看過 真的是非常非常嚴重 真的 非常非常嚴重 其實她的插桌 可能還不錯 可是要幫忙開 emoc열夫 對 對 真的最小就在那邊 韓國的職場的階級文化你有沒有看到 因為你在常年在韓國 我舉兩個例子好了 第一個是我一個台灣學妹 台灣學妹她去韓國工作 她去類似那種就是手機殼的公司上班 然後她是因為第一個她是女生年紀比較小 結果她們各位觀眾知道我們去國外工作 其實蠻辛苦的有沒有 她去那公司比如說開企劃案的時候 比如說大家開會的時候 那裡面的那什麼社長要幹嘛 那台灣人不是台灣人 就是你這個最小的有沒有 你去倒咖啡 我那個學妹好生氣 她說我今天是一個外國人 OK 我韓語講得很好 可是怎麼可以因為我的身份 甚至所謂的性別 叫我去泡咖啡 因為我來這邊是要工作的 我要提企劃案的 最後當然我學妹就不幹了 就回來台灣 第二個是我自己的親身體驗 因為我在韓國有一陣子 就在那邊念書 然後有時候會打工 比如說當口譯有沒有 口譯的時候那時候 比如說那時候有台灣的教授 跟我們所有大學的教授 那個所謂的交流 到最後的話都是韓國大會 韓國其實蠻喜歡我們台灣的 送一些禮物給台灣教授 一般我們台灣人會覺得 我們拿到禮物是不是要先收下來 就先拿在手上 可是韓國人就把禮物拿給我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一個口譯人員 這就是裡面最小咖的 所以他禮物竟然要叫我們這種口譯人員 你要說專業還怎樣我不太知道 就是叫我們年紀最小的去幫那些老師 拿那個禮物啊 比如說一些韓國興起有沒有 韓國泡菜啊或者之類的 我印象蠻深刻的 因為韓國就看你年紀 然後看你階級這樣才區分 這是我想到的兩個非常明顯的 因為我們在台灣就是可能挺多 像是我們以前當記者的時候 媒體記者要賭官員 就是會跪在地上或者是半蹲在 可能因為很多人群聚 會這樣子賭麥 可是真的是沒有看過這樣子 我覺得有一點備受歧視 然後那邊跪了20分鐘 真的這是有一點真的是 後來他也道歉了啦 但是真的我覺得韓國的這個 包括社會還有就是他們職場的階級 階級文化是非常非常的嚴重的 好我們今天謝謝陳慶的這個教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他幫我們分析了包括了三星 跟這個所謂的 今天才出來的這個實施 讓大家非常的覺得說 韓國的職場文化階級文化 怎麼這麼這麼嚴重 包括這個職場文化跟階級文化 水晶主播會在別的這個集數當中 會特別在介紹 我們今天先謝謝陳慶的陳教授 好 謝謝 謝謝你